蓝忘机接到魏无县的传讯 心头的音一尽消 人即时精神起来 他走到门口 轻轻敲了三下 门即时打开 进了一个仙子 蓝公子有什么吩咐 我想见阁主 好 带我禀报一下 一会儿 那仙子就来带蓝忘机 蓝公子 阁主有请 蓬莱阁主听说蓝忘机求见 欢喜无限 即时精心打扮了一番 就来到殿上 只见一身白衣的蓝忘机 如枝蓝玉树 矗立于云雾之中 比神仙还神仙 蓝公子 云秀赢了上去 阁主 蓝忘机一一 阁主一番美意 忘机甚为感动 前缘既定 视为天命 但忘机离家不归 家人定当心交 请阁主随忘机回家一趟 也好有个交代 跟公子回家 是 彭莱阁主一听 沉吟了一下 跟你回家 两人正在沉默间 就听见魏无限 一叠连声地叫着 云叔姐姐 小心脚底下 别摔了 只见魏无限扶着云叔 亮亮呛呛地过来 云叔整个人 都软在了魏无限的身上 蓝忘机看到这一幕 拧紧双唇 垂下双眼 不让自己往那边看去 云秀看他俩的模样 倒笑了起来 魏公子 你怎么让云叔喝醉了 他可从来不会如此 嘿嘿 云叔姐姐请我喝酒 一高兴就喝多了呗 魏无限看见蓝忘机 一言不发 高声地说 蓝湛 你干嘛不跟阁主喝杯酒啊 这鲜酒真的好好喝 这凉尘美景 有鲜酒 真是太享受了 蓝忘机闻言 闭过脸去 不想看他 魏无限轻轻把云叔 放到座位上 抖了抖尖 甩了甩手 对彭来阁主说 神仙姐姐 这彭来仙境真是好啊 什么是神仙生活 我总算是知道了 那你愿留下 嘿嘿嘿 魏无限看了看云叔一眼 不好意思地 刮了刮鼻子 傻笑起来 彭来阁主也跟着 闻嘴笑了起来 他说 魏公子 刚才蓝公子说 他需要回家 告知行踪 不知魏公子 是否也需同网 回家 那当然 蓝湛要跟家人 告知行踪 我也要啊 要不 家里人见我突然失踪 会伤心死的 魏无限说这话时 一脸的黯然神伤 那好吧 等云叔醒了 我们就一起去人间走一遭 谢谢阁主 蓝旺鸡 魏无限双双一一 然后各自回房 仙子关了门一离开 魏无限即使给蓝旺鸡 发了传讯 蓝湛 能出去了 高兴了吧 蓝旺鸡不做回应 魏无限又发了一个传讯 蓝湛 怎么了 能走还不高兴啊 魏音 你喜欢这里 其实这里挺好的 只不过 有人看上我的二哥哥 就不太好了 好一会儿 蓝旺鸡回了一句 回到云深不知处 即把身上的衣裳送走 第二天 云叔仙子醒了过来 蓬莱阁主就把他叫了过去 跟他说 蓝公子和魏公子 有意留在蓬莱 不过他们想回家跟亲人交代一下 你觉得如何 云叔请随阁主通往 哦 你也想前往人间 阁主 云叔久居先进 见识浅薄 愿随阁主前往人间历练 也好随时听候使唤 蓬莱阁主沉吟了一下 对云叔说 那你准备一下 带一些鲜果物品 请两位公子出来 一起前往人间 魏无县看到云叔来接他们俩出门 笑得双眼都迷了起来 云叔姐姐就是好 人们心肠好 一见到你就是开心 云叔捂着嘴笑 就你话多 你看蓝公子 蓝公子跟我在一起 是不用说话的 因为话都被我说完了 嘿嘿嘿 蓝忘机走在他们两人的后面 听见魏无县 眉飞色舞的 喋喋不休的 说个不停 如白爪挠心 只能默念 静心凝神 三人来到大殿前 见过了蓬莱阁主 阁主满面春风 对云叔说 你前面引路 于是 四人一起在云雾中穿行 来到一处圆形的祭坛 蓬莱阁主招呼几个人 一起站到了那祭坛的中心 然后默念咒语 只见脚下一大团云雾 滚滚而出 升腾而起 带着他们 冉冉向天空升去 不一会儿 就到了到高空 只见蓬莱阁主 举起手 往空中画了个符转 随即 高空仿佛有一层 透明的薄膜 慢慢地裂开了一道缝隙 几个人 嗖的一下子 直串了出去 飞了一会儿 确定已经是出了 蓬莱姐姐 蓝忘机和魏无县 使了一个眼神 即时避城出窍 蓝忘机一把捞过魏无县 紧紧护在胸前 两人遇见 飞了出去 蓬莱阁主愣了一下 回过神来 和云书 采取云朵 加速直追 你们俩回来 魏无县朝他们两个 摆了摆手 神仙姐姐 我们走了 多谢免送 蓝忘机离开了蓬莱禁地 如虎啸深谷 浅龙藤渊 而当下 是关乎他和魏无县的幸福 是否被挤掠夺的问题 他不敢掉以轻心 使出了全部的功力 奋力把碧城 飞得更高 更远 回会儿 两人的身影 就成为了一个黑点 没入了天际 终于飞到姑苏的上空 魏无县把头伸了出来 哎 蓝湛 你可把我给憋死了 蓝忘机松了松手臂 把他的头 按到胸口蹭了蹭 然后慢慢降低碧城 飞入云深不知处 蓝忘机和魏无县 自销毁鹰虎符之后 说去处理残渣 结果一直没有回来 什么方法都联系不上 他们两人 把云深不知处的人 都急死了 其实 蓝起人和蓝溪尘 正在松风水月 商量对策 蓝起人顿足垂胸 这两个不省心的东西 怎么成亲了 还是不让人安宁 总还有有闹心的事 蓝溪尘皱着双眉 用手指头揉了揉 舒服宽心 我们再想想办法 看看还有没使过的法子没有 两人正在一筹莫展 就听见门外院子里 噗通一声 接着一个声音响起 哎呦 蓝湛 你是要摔死我吗 蓝溪尘抢先一步 打开门走了出去 只见魏无县坐在地上 蓝忘机正伸手要去扶他 忘机 阿县 你们回来了 转过头 冲门里喊 舒服 他们回来了 蓝启人一听 三步并坐两步走出门来 指着蓝忘机 魏无县两人 你们这两个孽障 去了哪里也不说一声 这么多天 也没来一个消息 蓝忘机赶紧上前行礼 叔父 魏无县爬了起来 一只手揉着屁股 一只手揉着头挪了过来 哎呦 对不起 叔父 我们不是故意的 是蓝湛 差点被人捉去当了夫君 魏英 蓝忘机一出声 魏无县计时收声 蓝溪尘走到两人面前 上下打量了一番 满脸的喜悦 伸出手 一只手 俯着一个人的肩说 回来就好 回来就好 你们先去沐浴 什么事情 回头再说 是 蓝忘机 应了一声 牵着魏无县的手 就走 我说二哥哥 你也累了 就不要自己去打水 叫几个人帮忙 把热水打到静室门口 我们接进去就好 好 蓝忘机发传言符给门人 请他们帮忙 打几桶热水 放到静室门口 然后走进了静室 静室的门一关上 蓝忘机即时转过身来 把魏无县身上的衣服 三下两下 就全扒了下来 扔到地上 这个不要了 魏无县傻眼了 我说蓝湛 你怎么这么霸道啊 这衣服也没对不住你啊 你干嘛这么凶啊 你的衣裳不能有旁人的味道 那你身上的衣裳也不要了吧 你刚才跟蓬莱阁主靠那么近 魏无县一脸的不以为然 好 蓝忘机即时把自己身上的衣裳 也退了下来 跟魏无县的那一身堆在一起 叫人送走 哇 真是暴殿天雾啊 韩光君 这可是你自己设计的衣裳 魏无县捧着那一堆衣服 一脸的疼惜 无可奈何 叠整齐了 放一边 通知门人来取去 蓝忘机把放在门口的热水 都提了进来 倒进了木头 水满了之后 他手一抄 把魏无县捞起来 放进了水里 蓝忘机先卸下魏无县的发罐 拿出梳子给他洗头 一丝不苟 梳子梳头 把魏无县舒服地 瞇着眼 一动不动 哎呀 其实 彭来仙境有什么好的 这里才是仙境啊 二哥哥 还差一坛天子像 蓝忘机取出一坛天子像 递给了他 魏无县就趴在木桶边 瞇着眼 喝天子笑 正沉醉之中 突然觉得后背吃痛 猛地睁开了眼 哎 蓝湛 你干嘛 搓背不能这样搓 疼死我了 把彭来的味道都洗掉 喂 那彭来的味道 能沾到身上吗 你这样对我 能 知道疼了 以后你才不会跟旁人 靠在一起 哎 行行行 那你就搓 哎 我一会儿帮你搓 那你也尝尝那个滋味 魏无县喝够了天子笑 活动活动筋骨 抓起毛巾 就准备想让蓝忘机 也尝下被搓痛的滋味 等到蓝忘机下水 魏无县看着他如狱的身躯上 几十道纵横交错的戒边痕 双手停了下来 眼前这个人 那痛入骨髓的戒边都承受了下来 还有什么样的疼他承受不了 魏无县脱起了面筋 轻轻柔柔的帮蓝忘机搓背 每一道戒边痕都给细细的揉搓了一遍 蓝湛 我现在改变主意了 我们哪儿也不去 就在云深不知处 这个世界上 没有一个地方比得上云深不知处 嗯 我们即便是归隐 也不需要躲到不可见人的地方 当年你的父亲 不也是在这里闭关不出吗 魏无县话一出口 才想起失言了 蓝湛 对不起 我只是想让你知道 你在哪里 我就在哪里 你在的地方 就是我的家 嗯 蓝忘机转过身来 一把把他搂进了怀里 我知道 你是我的 魏无县还来不及反应 就觉得脸上一记一记的温热 那一种温热 如电流般穿越了他的全身 他手里的面筋 不自觉地掉了下来 蓝忘机把那个人包了起来 擦干净 放到了榻上 头深深地埋进了他的怀里 哑着声 你是我的 永远都是 魏无县喘着气 是 我是你的 永远都是 彭来禁地几天的生活 指使天涯 那种渴望不可及的煎熬 终于在此时释放 心里的热浪 排山倒海地袭来 不可抑制地奔流 他们都想在对方的身上 吸取热量 在对方的身上 得到灵魂的愉悦 蓝湛 蓝湛 调皮如雪的魏无县 这一会儿 全身软得 语不成调 此时此刻的他 除了拼命地取悦 那个人之外 不知道 还能做什么 蓝忘机带他 飞过高山 穿过重阳 国籍惊涛骇浪 让魏无县 领略最极致的风景 此时的魏无县 愿意为他生 愿意为他死 只要那个人是蓝忘机 没有什么事情 不可以 两心相悦 身心交融 这世上 还有哪一种滋味 比这个更甜美 等一切都平静下来之后 两个人都累了 蓝忘机扯过了被子 盖到了两个人身上 两个人都不说话 感受着那热潮退后的余韵 静室里特别的安静 只有那檀香 若隐若现地飘过来 过了一两个时辰 蓝忘机睁开了眼 看着魏无县 全程婴儿般的模样 安稳地睡着 那黑漆漆的睫毛 弯成了两排雨扇 微微地颤动 红红的嘴唇 不时轻轻地抿一下 一副贪婪满足的神情 蓝忘机看得移不开了眼 撑起了手肘 就在枕边 痴痴地看着他 好一会儿 不知道是不是 魏无县感受到 蓝忘机注视的眼光 他慢慢睁开了眼 正好撞上蓝忘机 那淡如琉璃的眼 不觉模模糊糊 轻轻一笑 二哥哥 你的眼睛 真好看 精彩内容 下集再见